欢迎大家来到线上影片生物的课程 今天要介绍的是富士显微镜的使用 本片学习的重点 介绍显微镜的历史 富士显微镜的构造及功能 富士显微镜的使用方式 制作波片的方法 比较在低背跟高背物镜下的视野差别 富士显微镜视野下的物体和波片上的物体 呈现上下颠倒左右相反的现象 波片移动的方向与视野移动的方向也相反 富士显微镜的使用限制 只能观察波片物体 显微镜当初就像放大镜一样 放大效果有限 科学家们花了好多时间不断地改良 实验比较 才进阶到这个连病毒都看得到的时代 1590年代 人们广泛地使用眼镜 非常重视光学与透镜 而在当时荷兰的眼镜商 杰森·富士发明了富士显微镜 不过留下来的只有这款 原因是因为上面有它们的签名 这款手拿的富士显微镜 由一片凹透镜和一片涂透镜组成 可以将影像放大三到九倍 但是画面不算金色和清晰 1665年 虎克改良了富士显微镜 用的就是现代显微镜 普遍使用的两片涂透镜 并出版了唯物图字 这本连英国女王都在赞叹的畅销书 虎克在生物上最有名的贡献 就是把软木薄片放大后看到的蜂窝状的小格子 命名为细胞 后来虎克的超级大粉丝 荷兰工匠雷文·霍克 大大的改善显微镜成像模糊的问题 用自己磨的镜片 观察到了许多动植物的精细构造 比起虎克所用的那一台 所看到的画面清晰 而且放大倍率可以高达270倍 看的方法就是 眼睛从另外一边看 东西摆这边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现代的显微镜长什么样子呢 这是一台富氏显微镜 为什么是富氏显微镜 因为是由雾镜和木镜 两个涂透镜双重放大之后的显微镜 所以习惯被称为富氏显微镜 使用富氏显微镜的时候 右手拿镜壁 左手端镜坐 这是光源 这是光源开关 这里可以调整光源的大小 这是光圈 光圈的构造可以分成 快门式的调整光圈大或小 另外一种是圆孔式的调整光圈大 或者是依序 光圈越来越小 在物台上会有波片夹 两片 还有十字坐标的旋钮 可以调整波片前后或左右 这是调整轮 外面的轮是出调整轮 里面的轴是细调整轮 旋转盘上有物镜 镜头上有木镜 我们再介绍另外一款 不插电具有反光镜的复视行为镜 你可以看到 这一台复视行为镜下方 有一个反光镜 反光镜分成两面 一面是平面镜 另外一面就是凹面镜 凹面镜具有聚光的效果 制作播片标本 以下我们会介绍 页的下表皮 播片标本的制作 不染色跟染色两种 以及染色的口腔皮膜标本的制作 以及行为镜的使用方法 制作播片的方法 不染色的菊物细胞 现在为大家介绍 叶的下表皮 播片标本制作 先拿取一片 再播片 滴一滴水 用镜子取出其中一段 将下表皮 放到在播片上 拿取一片盖播片 用镜子 呈现 45度角 轻轻的 往下盖上 播片制作完成 制作播片的方法 染色的植物细胞 以制作完成的播片 在播片中 要染色 染色步骤如下 先拿取 芽甲蓝叶或点叶 滴取其中一滴 在 在播片 跟盖播片 它们连接的地方 比如说 滴在右侧 那就拿吸水纸 在左侧 慢慢地将 染剂 吸过来 吸到均匀了 染色完成 染色完成 制作播片的方法 染色的口腔皮膜细胞 现在要制作口腔皮膜细胞 播片标本 先拿取一片 再播片 滴一滴 芽甲蓝叶 拿取一根 牙签 轻轻刮取口腔皮膜 请注意不要刮牙构 慢慢地涂抹在 芽甲蓝叶 一滴上 拿取一片 盖播片 拿着镊子 撑住盖播片 让盖播片 可以沿着45度角 慢慢地 轻轻地盖下 口腔皮膜细胞 染色 步骤完成 复视行为镜的使用方式 复视行为镜 操作说明 请将灯源打开 灯源调整到适当的亮度 调整光圈 也可以调整适当的亮度 接下来 把播片标本 放到载物台上 利用播片夹 固定 这个时候 我们会使用低背物镜观察标本 接下来 使用初调节轮 将在物台往上调到最靠近 物镜的位置 观察视野下 是否变得清晰 如果不清晰 再调整 细调节轮 将要观察的 物体 挪到 正中间 这个时候 你可以使用 在物台下方的 十字旋钮 做前后 左右的移动 等到带测物体 回到正中间的时候 请直接转动旋转盘 将四倍物镜 调成十倍物镜 这个时候 因为物镜 跟在播片的距离 比较近 所以请使用 细调节轮就好 避免把 在播片压迫 好 调整到 视野清晰 操作完成 染色与不染色的 液的下表皮 拨片标本比较 这是没有染色的 液的下表皮细胞 这是有染色的 液的下表皮细胞 很明显的 你可以看到 在有染色的液的下表皮细胞 可以清楚的看到 被染色的细胞核 这个是染色 跟不染色的 洋葱表皮 未染色的 跟染色的 也可以发现 染色的洋葱表皮细胞 细胞核 很明显 再来 这是没有染色的水韵草细胞 这是染色的水韵草细胞 也可以发现在右侧中间的水韵草细胞 它的细胞核很明显 不染色的口腔皮膜细胞 可以看得到吗 这是没有染色的口腔皮膜细胞 什么 都看不 这是100倍的视野下的口腔皮膜细胞 有染色的 这是400倍有染色的口腔皮膜细胞 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有染色的口腔皮膜细胞 细胞核 比较清楚 细胞膜也比较清楚 低倍高倍视野比较 左边这是低倍的视野图 右边是高倍的视野图 这两个视野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我们先来看看 以物镜的长度来说 这是4倍的物镜 这是40倍的物镜 很明显的 40倍的物镜 比较长 再来看 目镜的长度 这是10倍的目镜 这是20倍的目镜 10倍的目镜 比较长 以亮度来说 在低倍的视野底下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亮度明显的 比高倍的视野还要亮 就视野的范围来说 低倍视野图比较大 而高倍的视野图 范围比较小 就细胞数来说 低倍的视野图里面 可以看到很多的细胞 而高倍的视野 看到的细胞比较少 低倍的视野 细胞 每一个看起来都比较小 而高倍的视野图 细胞看起来比较大 在低倍的视野图 因为它的亮度比较亮 所以我们要使用 比较小的光圈 高倍的视野图比较暗 所以要使用比较大的光圈 就反光镜的种类来说 因为低倍的亮度比较亮 所以反光镜使用平面镜就好 高倍的因为亮度比较暗 反光镜要使用凹面镜 复视显微镜的成像结果 复视显微镜视野下的物体 和波片上的物体 呈现上下颠倒 左右相反的现象 波片移动方向 与视野移动方向也相反 你看看在这个视野下 这一个细胞 红框框内的细胞 位于中间的左下方 要怎么样才能够将 红框框内的细胞 移到正中央呢 答案是 将波片往左下方挪 视野下 视野下 所以快速记忆的方式就是 将视野左下方的物体挪到正中间的 最好的方法是 将波片往左下方挪 记清楚了吗 复视显微镜的使用限制 只能观察波片物体 比细菌小的物体无法观察 看完影片 了解复视显微镜的使用方式了吗 建议还是要亲自操作过显微镜 才能够了解这些操作的意义哦 本片介绍的是生物体的构造 有关于细胞的构造中 复视显微镜的使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